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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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狂妄叫嚣 要使中央红军成为石打开第二 通往大渡河的路有两条 一条是大路经越西到大树堡渡河 一条是小路经过宜足聚居区到安顺场渡河 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走大路 一是因为小路崎岖难行 二是因为当时遗族地区不让汉人通过 三是因为历史上石打开曾兵败安顺场 于是蒋介石在大路上还重兵不防 为争取时间 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成 决定边走边联络 他派左拳游亚楼 帅红武团假装主力 继续沿着大路前进 而他则和聂荣真帅红衣团 改走小路 通过宣扬党的民族政策 中央红军顺利通过了遗族聚居区 随后先遣队拿下了敌人 疏于戒备的安顺场 并夺取了一艘渡船 次日浮晓 抢渡任务交给了红衣团第一营 营长孙继先 从第二连挑选了17名勇士 组成渡河突击队 连长熊尚林任队长 在岸上火力支援的配合下 突击队迎着惊涛骇浪和枪林弹雨 向对岸驶去 他们成功抵达对岸 奋勇冲上敌人的阻击阵地 一举夺取了对岸渡口 爱情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